这个小小的电子零件名字叫做风鸣器 我们在航模里面就是俗称BB响或是BB扣 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元件 可是对我们航模来说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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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个部分 怎么说呢 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飞丢了 或者是说炸鸡的时候 一时之间通常我们会不清楚这个方位 有时候 那特别是像掉到这种比较高的草堆里面 就是说河边 你掉到河里就算了 河边之类 总之就是在你方位 你不确定飞机的位置在哪里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开启这个BB响 让它发出声音 我们就对于找回飞机会有一些帮助 当然不是万能百分之百 是稍微的至少有个多一个辅助功能 多一个总比没有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的风鸣器 这是一个五幅的风鸣器 一般我都用5V的 然后这个就只有两个线 真跟负 那你看我们这个贴子 你接好之后贴子要打开 因为这是这个新的拿来用的 正级正级不许就接 这个怎么接呢 正级你就接到飞光上的五幅嘛 这太小可能看不到 我再放一个图上来 然后负级的话 你要接到 他们会写BB-这个部分 有的会写BZ- 那这个BB-的部分就是用于控制这个风鸣器 好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飞机 我们现在直接到地面站来看一下怎么设定 打开BetaFly地面站到左边这边有一个配置 然后进去之后我们往下拉看一下右边 这边信标配置这里 通过辅助通道发出风鸣音 这边我会打开 等一下我会示范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装这个BB-响的话 我们就是用电机的震动来发出声音 看一下 不过那个声音因为太小声了 所以是不好用的 其实啊 进场还可以啦 只要稍微离距人远一点就听不太到了 所以就是为什么装BB-响的原因啊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打开 你就照我的设置就好 这边都把它打开 然后你看呢 它这个风鸣器配置啊 它可以针对很多设定 你想要风鸣器什么时候会叫 什么时候不叫 这边一般我就都打开了 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我没有打开 它简单就是一个会叫的东西 然后保存重启 接着到左边这边模式往下拉 有一个B1-P1-Bipper这边 这个Bipper你就要按添加这个范围 然后选择一个通道 选择一个通道做什么呢 映射到我们遥控器上面 也就是说我在遥控器上面 拨动这个开关 也就是启动这个通道嘛 就可以控制我的BB-响 也就是说我设定一个开关 让它打开就叫 关掉就不叫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BB-响装好的效果是怎么样啊 那么首先我来示范一下 没有装BB-响 同样一颗这个超小的0802电机 在没有BB-响 很有BB-响的幅度下差多少 我把麦克风拿下来 现在是没有BB-响 纯粹靠这个电机发出的声音 听看看 OK接着我们来听看看装了BB-响之后 这有了BB-响的辅助啊 跟电机响同时发出声音 是变得能不能变得更容易早呢 你看是不是差很多呢 所以说这个BB-响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装的啊 真的 那还有一种BB-响 它本身啊 它本身是带有一颗超小的电池 只是我放在家里没有拿过来 它那个就是在你要 万一摔到电池 整个摔不见了 这个脱离的时候 它自己还有电力 可以自己这样供电拉脚 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 那个之后如果有 有空再把它拍一下 其实也不用啦 那个我上网看一下 都很多有这种教程了 好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 有关于BB-响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 是穿越机 一定要装的哦 那么今天这个 非常简单的教学 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